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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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泡在一碗圣水中来敬拜他 与鱼面对面 泼洒圣水 根据自己的愿望做出祈祷 商店中带出售的商品或地毯 生活在泰国中部的古人发明了招财鱼 并在大城府进行制造 然后作为一种手工艺品和商品售卖给游客 据说在有些地方会给游供奉食物 每位大师所创作的鲤鱼形象因时代而异 以下仅举几例 南佛四 一位以制作医用刀具和招财女神男挂而闻名的僧侣 龙婆灯所制作的鲤鱼也很罕见 采用正方形鱼位于中间钻好了孔 随时可以挂起来 百万富翁的佛牌崇拜和偷偷的发财 拥有素潘无礼魔法的僧侣 Dong Rice的龙婆眉所制作的好运金鲤鱼 该鲤鱼是用黄金制成的 外形矫健而匀称 面带浅效 临眉有在鱼身上 而是细在两侧充当护身符 造型素雅而不凌乱 体现出别样的美感 一言以蔽之就是让您安然无忧 三言四著名高僧 佛统福古曼童的制作者 龙婆爹所制作的银鲤鱼 他还制作了一些鲤鱼 但有幸拥有的人是少之又少 招财于佛牌的形状 与龙婆中大师的作品相似 但嘴尖向上翘起 就像阿赞恒制作的鱼一样 鱼尾上有很多次 非常漂亮且独一无二 可惜再也见不到了 那个时代的龙普天制作的鲤鱼 霍卡寺的大亿万富翁鲤鱼 鸿铜斧的 罗萨斯瓦特寺的 Todd Codden系列作品 他们依靠于佛牌的法力 让财富日积月累 就像经常成群增加的鱼苗一样 蓬勃兴旺 鲤鱼是一种坚持不懈精神的象征 就像鱼鸣表达的一样 现在让我们念诵预备祈祷文 在向任何泰国佛像或佛牌念诵咒语之前 首先念诵三遍此佛守经 Namotasabhagavato arahatosammasambuddharsa Namotasaphakavato arahatosammasambuddharsa Namotasaphakavato arahatosammasambuddharsa Kathabhusha prataphyan Namamimamahalapha Phawanthukme 敬拜招财于雕像时需念诵的咒语 这是一条简短咒语 很容易记住 如果您能按照以下方式重复咒语 而发家致富 那堪称完美 周日祈祷时重复五次 周一重复十五次 周二重复八次 周三重复十七次 周四重复十九次 周五重复二十一次 周六重复十次 一开始先念三遍佛守经 然后再念咒语 周四重复十五次 周四重复十七次 周四重月 周四重复 cert